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那么一整周下来的新闻重点 你看到85%以上都还是在武汉肺炎疫情上面 因为它这个疫情没有停止下来 还持续在扩散 甚至有些地方是在恶化 当然有些地方传出说有逐渐的控制 但是整个的情形都欠那种国人的心情 因此我们今天继续关心 是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病毒的状况 以及我们自己作为现在没有被感染 或者是没有被居家隔离等等相关的人 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 应该用什么观念跟态度来面对 这样的时局 好 为各位介绍今天出席我们现场的贵宾 今天送我左手边介绍 首先介绍是台大环境职业医学部苏大成主任 欢迎您 好 继续我们介绍是北医胸腔内科主任 周百坚周主任 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邀请到营养师宋明华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这两天都有一些新闻 那么大家都在关注 不过我们从我们自身最周遭来看好了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常听到说 哎 怎么人在他们同处一室啊 然后才 甚至电梯里啊 才十几秒他就中啊 好 是不是真这样 真的传染有没有这个病 有没有真的到这么严重 尤其到这两天就有传出一个叫 至尊公主号的邮轮 也是说邮轮上跟当时的钻石公主号有点类似 怎么说现在很多人的状况都出现类似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近距离也好 或者密闭空间也好 或是空气怎么样会影响呢 在这里我们先请教我们苏主任好吗 好 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很关切的 到底会不会这个所谓的空气传染这个事情 那我想这个是 我们这里有一张图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是 之前的我们的钻石公主号 会有那么多人的一个感染 而且从一开始的 从各位数 然后十位数到最后是百位数的增加 到最后706位吧 还是700多少 的这个所谓的游客通通都得到感染 那我在这张图里面就是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在 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我们要记得 这个中央空调之下 我们这个 只有大概是百分之 差不多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 一个小时里面 它是有所谓的是换气的时间 那应该是说大概大部分的时间 将近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它是没有换气的 那这段时间里面来讲 基本上我们 这个中央空调里面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的是一个内循环 所以假设这个空气没有所谓的独立的一个循环系统 你的换气系统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变成是一个密闭空间 所以当我们的房间在开门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是流体啊 还是所谓的空气是不可压缩的 所以你一开门的时候呢 这个门里面的这个假设是一个病人 它的病毒可能就跑出来了 因为病人虽然说我们呼气 吸土之间 我们的所谓的是病毒会不会跑出来 其实已经很多的研究都证明 它真的是会跑出来的 但是它的量不多 但是问题是当它在里面已经待了很久的时间 里面的病毒量还是相当的多 那在开门之后呢 这个病毒就跑出来了 所以当它这个一扇一扇的门去开的时候呢 你就会注意到 病毒就可能就一间一间的进去了 那当然是以这个思考 另外一个是说 有没有可能从你的天花板上面 慢慢的去扩散 这个也不能够排除 但是我们要记得 就是距离越近 那当然它的风险就越高 这是我们要提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钻石公主号 或是赤尊公主号或者钻石号 但当初就是 就是他们都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空气是循环的 所以你认为 其实有很多人是后面 因为被隔在这里面才造成感染 对那当然这件事情来讲呢 我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找了很多的文献 那在SARS的这个阶段 2003年的时候 3月份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医学中心 他们也发生了所谓的是 群聚的一个院内感染 那那个时候包括有学生 也包括医护人员都得到传染 那当时呢 7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去做了一个比较系统性的去做 它的流体力学的一个分布的一个调查 那当然这篇论文也发表了 那这篇论文就告诉我们呢 其实空气传染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是我跟各位 这个观众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 在2013年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他就是对于A流感 这个A流感 他去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居家的传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研究 那他们在香港呢 大概就有200 270户左右 那在所谓的泰国有500多户 500户的这个所谓的是居家 那他们就用居家里面一个指标个案 然后来看看他们家里面 两位两个这个家人是还没有得病的 然后他们去看看他们的状况 那经过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呢 发现呢 50%以上是跟这个所谓的空气传播有关 所以戴口罩跟所谓的洗手呢 并没有办法完全阻隔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病毒的传染 那A流感也是 也是RNA流的一个病毒嘛 所以你所谓的空气是指 我们的皮肤接触到还是只有黏膜接触到 还是像包括眼睛啊 是哪一部分接触到 应该是说如果是空气传染 意思就是说空气当中 假设有迷乱足量的一个病毒的时候 一样会透过这个口罩 它会透过你的呼吸道吸进去 那那种戴的口罩不够吗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Surgical Mask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外科的口罩呢 它是没有办法阻挡PM2.5的 你可以知道说病毒它的大小是 等于是0.1个micrometer 0.1 0.1个微米的大小 那N95口罩就可以 也是很难 也很难 也很难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想不要让大家恐慌的思考 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空间主要是 像这个研究里面它是在居家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佐证到我们很多的居家里面 只要一个人感染 其他很多人都会中假 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空间 尤其是频繁接触也好 也有可能透过接触啦 但是你要记得 在居家的这个研究里面呢 这是2013年的这个论文 这篇论文是在自然的一个通讯杂志 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杂志上面 它所发表的一个论文 所以是而且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比例之下 他们得到这个结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值得我们来预防上的思考 好 那要有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找对策 我们最近市场上现在都出现了 有一些什么类似空性清淨机 或者是喷雾杀菌的那种在空气间说可以杀病毒等等 有些效用 大家都在智力研发或生产这类东西 有没有帮助呢 我想这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是值得鼓励 因为即使就是说 我们以前也是很不希望去鼓励大家 一定要用这个所谓的空气清淨机 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钱 那另外一个是说要记得空气清淨机 当然要放的越近也有效果 那它对于P2.5可以减少 它也可以对于有一些空气当中 一些不好的物质也可以有一些帮忙 那当然我不是很鼓励说一定要用 因为如果是大面积跟很多的人的时候呢 我们有限的这个空气清淨机呢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那至于说要不要喷什么东西可以帮忙减少空气当中的病毒 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在标榜说喷什么东西 有啊 有些人说他们真的有效啊 那这个是值得研发 因为真的我相信这个病毒一定对很多的东西它喜欢 有些东西它会就是它容易死掉 这个东西是值得鼓励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很清楚到底用哪些方式来帮忙 或者是哪些品牌或者是哪些真的有效 就我们来不及测试就对了 那这个东西我们目前也在研究当中 所以未来我们再期待 好 不过这个有意思 其实观众朋友不用太紧张 因为最近听到我们很多人的晨报 就是说在哪里看到人家打喷嚏啊咳嗽啊 就觉得很紧张 那其实这里面有甚至你感冒的时候 有的人都分不清楚 看到别人感冒的时候会不会感染 所以这里我们也请教周主任 那怎么区分 比方说现在很多人的症状 提起来这些武汉肺炎 就是一种呼吸道的感染 那这呼吸道的症状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关键还是 新冠病毒还是一个飞沫传染 所谓空气跟飞沫之间的定义 在于这个细旋浮为例 它是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尺寸 因为病毒是0.01micrometer 可是一般来说N95的定义 它是0.3micrometer可以过例95% 可是因为面罩本身具备一些物理特性 所以这些病毒经过不是透过它的一个粒子尺寸 而是透过物理现象的一个binding 它一个结合 所以其实口罩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认为病毒的防护率 外壳口罩跟N95都95%以上 这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还是可以有95% 还是可以 因为基本上病毒的防护 不是直接靠粒子的一个过滤 而是透过飞沫的一个传递 所以还是会有些效用 还是一个飞沫为主 所以咳嗽跟打噴嚏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过的 打噴嚏会不会有病毒 关键在我们社区有多少的指标个案 那指标个案的这个部分 又牵扯到的就是说 它是有症状的一个传播者 还是无症状传播者 以一个打噴嚏来讲的话 病毒在空气中以飞沫 可能用不同的微粒的方式来做存在 它会附着在鼻腔的粘末 口腔粘末 这两个地方 其实我们有先天一些防疫措施 就像鼻子的部分 会有些粘液跟鞋毛 鞋毛的部分是协助让病毒的部分 能够推出来 粘液的部分则是具备一些 我们叫做蛋白质分解酶 跟一些病毒分解酶 核酸分解酶 所以事实上来讲 一个正常的鼻粘末 本来就有粘液附责在上面 口腔也一样 我们的唾液 以及相关的一些酵素 都存在咽喉部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咳嗽跟打噴嚏 如果这不是一个指标个案 它是不具备传染力 只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我们在一系列台湾的案件里面 案34 案35 跟案42 案34是50多岁低血糖住院 它现在问题就是说 34跟35怎么去厘清 35是清洁工 这是因或果 不晓得 但36 37 38 应该是经过空气传染 可是34到底有没有打噴嚏 有没有咳嗽 有没有飞沫的来源 其实都在争议 所以变成说 我们来看这些所谓的打噴嚏 还是要去注意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尽量我们在打噴嚏的时候 还是不要过度的太用力 产生小型的一个飞沫 我们的一个飞沫测试 重点是在一开始咳嗽多用力 当相同量的一个弹液 在咳嗽的力量不同的话 所达到的一个粒子散播的一个颗粒量会不一样 所以我咳的越小粒 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大粒的一个水分子的一个存在 所以不太会飘太远 它会因为重力而掉在地下 但如果说今天我咳得很用力 整个粒子的一个直径 一旦拉得太广 最后就会变成 刚刚苏主任所提到过的 细旋维力里面的PM0.1 这时候就是布朗斯运动 它就在空气中飘移相当的久 不过我们比较庆幸的就是 现在大家都不会在公共场所咳嗽 大家不敢 大家就觉得 第一个很失礼貌 第二个会被人家瞪白眼 所以在咳嗽的情况下的话 即使这些飞沫偶尔会出来的话 由于病毒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病原体 它在自然环境中不可能存在太久 当然有报道从两天到五天 可是这个情况 本身病毒有缺陷 不进入细胞 不能够自我繁殖 然后我们户外的环境 如果能维持高温高湿的话 其实病毒会自然死掉 所以结论是打喷嚏 大家还是要稍微预防一下 不要太靠近它 电梯里面打喷嚏 这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进到电梯里面 我看不到前面一个人 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刚刚苏主任所提到过的 电梯跟大楼的通风又不一样了 电梯的通风常常没有经过HEPA滤网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电梯戴口罩 就这个原因 南韩报道说 电梯里面短暂接触10秒 而得到病毒 其实不一定是这两个人的问题 可能是前面病人的问题 它咳嗽之后 因为它附着在一些墙壁上 是在那个电梯里面的空气 密闭空间的一个问题 就存在 不见得是另外那个人传给他 可是本来存在电梯里的空气 可能就传染给这一位或两位 所以鼻涕跟肥沫的部分 原生来讲 假如说我有这个困扰的话 首先就是要找医生治疗 看是鼻道瘤 还是单纯的一些咽喉的部分 由于脱衣线的一些问题 而造成它有一些 所谓的一些特性的改变 引起到免疫力 第二部分就是 在咳嗽跟打奔提的时候 尽量就是在一个保护的情况下 比如污住口鼻 或甚至口罩的保护 第三个部分就是 如果有这些飞沫疑虑的一些 身体的一些体液 再丢在垃圾桶 还是要去注意 最好能够适度包装 不然它之后这个地方 口罩跟这些 我们丢弃的一些卫生纸 其实在打开垃圾桶的时候 还是有非常地风险 不过还好台湾目前指标个案不多 但一旦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势必要注意这些细节 任何的飞沫 都是可能病毒附着的一个来源 所以有时候口罩有没有效果 可能不是那么单纯 但是你刚刚讲的 这个是说一旦那个情境 但是我们台湾 有没有到这样如临战场的程度 目前看起来 我看起来应该是还好 因为大部分的1到42案都关案了 但是现在全民紧张 这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回购台 鼓励大家去看 所谓的相对死亡率 一个我们之所以这么怕 新冠病毒是有点不了解 但是如果来看 SARS病毒跟MERS 甚至说其他一些H1N1 其实死亡率都远比 我们目前看到的 新冠病来得厉害 所以我们目前存在 是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但是这个疾病如果被界定 会是一个飞沫传染 偶尔的粪口传染 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戴口罩洗手 甚至戴口罩都注重技巧 而且减少环境的铺漏 反而是面对新冠肺炎 应该有一个概念 我们目前的恐慌是应该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毕竟不像南韩 当时不设限地让大陆进来 日本的部分则是他们从到尾 逃避了检疫的这个关卡 我们也不像伊朗一样 它是一个短期间内 以前的累积病例的 一个大幅度进行 所以就台湾来讲的话 就目前来讲 口罩跟洗手是绝对应该做的 剩下只是说 办公室里面的一个个人防护 居家的个人防护 以及一些目前被怀疑的 一些包含餐厅 这些公共场所的铺漏 这样子都做到的话 飞沫再怎么样 应该都不至于 对一个免疫正常的人 产生严重影响 我们试着从观众朋友的角度 为几位专家请议 我们请教我们送营养师 也有人说 最近也大家讲 这段防疫期间 要提升自己的免疫才不会被感染 健康的人不容易被感染 免疫力强的人不会被感染 那真是这样子吗 免疫力可以提升吗 对 其实讲到免疫力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要越强越好 好像越强就代表 你身体的防护力越强 但其实免疫系统在我们身体 有点类似像一个悄悄板 当我们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 你可想是可能旁边人咳嗽 你就感冒 或者是说 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们身体有一些 因为外界的毒素 一些自由基 一些氧化压力的影响 导致我们的一个正常细胞 氧化成一些病变的 甚至癌细胞 如果你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 他去侦测不到这些癌细胞 没办法把它殲灭掉 就容易导致后续的疾病 这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大部分是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年长者 那其实免疫力比较高的情况下 是我们乐见的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当你免疫力比较高 比较敏感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想而知 可能对于外界 包括一些花粉 包括一些灰尘 甚至某一些食物 你可能吃一点点 碰一点点 你就过敏了 或者是说 你可能对于自我的细胞 跟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一个分辨度 已经没有分辨能力 别人的细胞也杀 自己的细胞也杀 就引起所谓的一些 自体免疫疾病 像是大家常听到的 红斑性狼藏 僵直性脊椎炎 这些都是属于免疫力旺盛 过于旺盛的情况下 所以我再讲回来 那些人太旺盛 是不是他在抗这个疫情 就比较有帮助 这个请教医生 像是免疫力过强的 像有一些我听过 自体免疫会攻击自己 这种它是免疫力算强到 可以抵抗这些病毒吗 我们看到一些 自体免疫的病人 不管是所谓的红斑性狼疮 或者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它常常有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它常常有口干 比如说它的一个胸闷 因为这些部分牵扯到 就是长期的一个脱衣线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免疫力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一个名称 我个人认为从这一次的一个新冠病毒来看的话 免疫力最好能够数位化的话 淋巴球的数目跟比例会是关键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致死案件 从大陆累计的案例 大部分是集中在淋巴球的首先下降 接下来是一些发炎因子的一个上升 所以免疫力的部分 它跟淋巴球之间 因为淋巴球是总量的问题 免疫力是一个整体的表现 不管是自然烧手细胞 或是白血球都算在里面的话 免疫力的提升 其实这时候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因为免疫力它只是内在免疫 真的要预防这个病毒 还包含就是所谓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比如说鼻腔结构跟烟红结构 会不会造成病毒的附着时间延长 以及环境免疫力 我们为什么特别讲环境免疫力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空气的温度跟湿度 就跟病毒的存在会有关系 那空气的温度跟湿度又会影响到年末的健康 我们一直提到病毒 为什么在有些人会存留时间太久 成为一个有症状的代言者 有些人能够无症状 原因就是因为病毒在鼻腔 它有先天的敌人 就我刚刚所提到过的 免疫里面的一些免疫的一些 我们叫做免疫球蛋白 这免疫球蛋白的部分 加上所谓的一个病毒的一个分解酶 它才是真正跟免疫力来讲最重要的 所以用免疫力的观点来讲的话 怎么知道自己免疫力不够 除了刚刚的淋巴球 可以去检视大家历年来的健康检查 有淋巴球过敌之外 最重要的点就是常常口干 常常会需要喝水 常常鼻子会干到会痛 有鼻屎有鼻涕这些部分才会是关键 干燥症的症状 这就是回推到自体免疫的毛病 常有这种问题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会希望大家的免疫系统 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其实讲回来 其实刚刚提到说新冠肺炎 好像针对一些55岁以上的一些长者 他好像在感染之后一些并发症 或者是死亡率好像会比较高 其实可以很理解的想象 因为基本上我们大概 人体的一个构造 以及一些的演化 其实大概60岁以上 我们很多的器官细胞 就开始老化 功能可能就开始慢慢衰退 再加上呢 我们其实在仿射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 其实60岁以上的长者 他基本上啊 其实跟年轻人比较起来 其实他有些三高 高血长高血脂的一些状况 如果又控制不好的话 你可想而知 他长期间他的器官 他的血管 都浸泡在这些高油高糖的情形 那当然包括他的免疫力也不会好 然后还有就是长者有一些 牙口功能的一个问题 他可能有佩戴假牙 都不乖乖戴 或者是说 他可能牙齿缺牙 缺牙数太多 甚至他可能味觉的退化 他对于食物的 就是喜好度 或者是摄取度不足 而引起的营养不良 等等的原因 其实都会导致他的免疫力不足 那只要一点点 在新兴的一个病毒进来 他身体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病发症 所以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讲 其实有些食物 它不是真正所谓的提升免疫力 而是说 它在我们免疫系统 作战 或者是在平常的一些功能维持 灵活度维持情况下 其实它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 那您推荐这些都植物类 对 其实第一个 青鱼是动物的 青鱼 其实主要是因为 它是优质的蛋白质 我再强调 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居家的老人 如果它咬口功能症的退化 其实蛋白质类的食物 一定要特别强调 肉 鱼 豆 蛋 奶 这些部分一定要特别 因为其实蛋白质是维持 我们免疫系统 最根本的一个营养素 那青鱼其实就有优质的蛋白质之外 其他还有所谓的Omega 3的油质 Omega 3的油质 可以藉由调整我们的前列腺素 来维持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正常 所以青鱼其实是蛮不错的 而第二个就是香菇 尤其是干香菇 干香菇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研究发现 维生素D 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上面 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 那很多人说 维生素D那我去晒太阳 又怕晒黑 没关系你交给香菇去晒 香菇帮你晒 这不是开玩笑的 干香菇晒过太阳之后 它其中的维生素D含量 会比一般的菇类来得多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排斥菇类 而且菇类里面有些多糖体三铁类 其实对于调整免疫也有一些的帮助 所以这段期间我觉得菇类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来源 第三个就是坚果 各式坚果 原味的坚果 因为坚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跟我接下来要讲的柑橘类 含有维生素C 这两个维生素 一个是水溶性 一个是脂溶性 但是在我们的肌肤完整度 肌肤屏障的健全上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想到一些 上瓶黏膜细胞等等 其实我们的肌肤 不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免疫的防线 那如何维持我们肌肤的健康 就是要靠维生素E 还有维生素C 所以这个季节 当季当令的像橘子柳丁这一类 其实大家可以多吃 那第五个呢就是颧骨类 颧骨类是什么呢 其实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矿物质叫做铁 矿物质铁 像刚才周主任有提到 我们上瓶黏膜细胞有很多黏液 有很多所谓的抗病毒蛋白等等 其实铁参与我们体内超过上百种酵素的作用 其中很多就是包括跟免疫有关的酵素 所以铁其实是一个过度被忽略的一个矿物质 在颧骨类里面就有 所以如果你常常都是一些精致的 比如白米饭 白面条 白面包 蛋糕 饼干 这些精致的 不妨可以适时的加一点颧骨类 其实你就可以摄取到丰富的美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豆制品 各类的豆制品 这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这个还蛮 我们生活里饮食部分豆类应该比例很高 对 而且其实我会希望以现代人饮食西化的情况下 我会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一天三餐 至少要有一餐我们是吃素 就是以豆制品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因为大家都习惯什么三餐吃肉啊 鱼啊 蛋啊 其实其中一餐如果你不麻烦很方便的话 选择吃豆类当做蛋白质来源 它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叶酸 大家都觉得叶酸不是怀孕的妇女才要吃吗 其实在我们的免疫力作战 在就是帮你对抗外界的这些侵入体的时候 其实它的免疫细胞需要大量的复制 但是我请教你 现在国人也常常在减肥的这种状态下 要吃很大量才能足够的营养素哦 那如果像有些精华抽取的精华 可不可以比如说你说C啊 维生命C啊 维生命D啊 叶酸啊等等 我直接食用这些药品好不好 当然这个算是一个辅助啦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一般人 还是以天然的圆形食物为主 那如果你真的比如三餐都外食 而且其实婉玲姐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现代人外食比例高 再加上很多人其实他三餐是吃的非常单调 毫无变化的 每天可能几乎都是排骨便当 鸡腿便当 然后大概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饮食真的没有办法很全面很均衡 那其实适时的利用一些保健食品补充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上班族 他可能就是办公室前面平民罐罐 十几二十罐 然后每天吃 然后反而三餐觉得没关系啦 反正我有吃这些保健食品 饮食就随便吃 有点本末倒置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饮食为主 然后某些食品可以维护 这样子来做个均衡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看到我这样介绍 觉得说拼命吃坚果 拼命吃全骨類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均衡 你不能 因为坚果其实它也是油脂 肉量也很高 如果你吃太多的话 可能会引起肥胖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这些食物是很少时间在你饮食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 不乏可以开始试试看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关心 这个在抗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还是应该有培养什么样的概念 观念 那我们请教我们苏主任 我想 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时期 非常的时刻 那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在家里面 可能觉得说 就是很恐惧不敢出去 其实我是觉得有几个事情 可以给大家做建议 一个是把家里面 趁这个机会把家里面打扫干净 家里面 我的意思说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家里面要通风 因为假设病毒 到你们家来的话 那他如果说你们家很通风 他很快就出去了 他不会在里面逗留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家里面 杂物太多啦 然后灰尘太多 病毒就在里面会逗留久一点 所以基本上我意思说趁这个机会把家里面打扫干净 所以我们说整集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这个以前我们的所谓的新生活运动里面所讲的事情 其实蛮重要的 趁这个机会把家里面打扫干净 然后不必要的一些杂物 不必要的东西就把它拿掉还是丢掉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建议 另外一个是说很多的社区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水沟啊没有清啊 那可能请大家来把它清 因为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口粪传染 粪口传染这件事情 好就是这个 因为如果说真的得病的人 他的分泌物啊排泄物啊 可能会有病毒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会觉得说 我们把很多的社区里面的所谓的 这个臭水沟啊没有清理的 我们赶快趁这个时候清理 没有盖子的把它加盖 我想这蛮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换气系统啊 如果说是跟别的居家有很多的 共通的地方呢 我的建议就是这段时间呢 暂时先不要用那个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空调系统 而是你把你的窗户打开 把你的抽风扇打开 没有抽风扇加抽风扇 那家里面的这个冲锋呢 都是一个隔离的系统 你不要跟别人家共用空气吧 不要跟人家共用水管吧 就是共用那个尤其是污水管 我们家很多的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社区 其实是共管的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看 有没有办法思考 当然这也可能是未来 才有办法完成啦 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是 刚刚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关于这个免疫会不会过强这个事 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你的温度啊 你的温度就是告诉你的免疫的这个status 你的状况 它就是一个 你为什么36.5 你为什么36.2 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是 这个平衡之下的 那像我们那个发炎疾病 像SL1啦 还是所谓的是这个 所谓的是风湿性的这个关节炎 这些疾病呢 这些病人共通的特色 它就是围烧 这些病人就是 市场就是发炎 发炎的情况之下的这些病人 他就是过度的免疫的这个这个活化 而造成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这样的病人 可能我们要特别的去 就是这些病人他们很容易感染 因为他们每次一来就是感染 而且很难处理 所以基本上就是请大家 你刚才讲到这是免疫过强 产生的充状 可是这样的人反而容易感染 对 容易感染 而且它容易这个很难控制 所以我意思说基本上就是说 让大家请大家就是说 你的温度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你自己每天凉 你自己来做一个调控 你如果是吃的太过热了 热量太高了 你可能就发烧了 那你如果是吃的太凉了 你的体温就下降 你可以用你的体温来当做一个平衡点 来调整你的食物的摄取 那当然在这里我还是稍微提醒一下 所谓的个人照护的一个重要性 那就是刚刚我想周主任 刚刚有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戴口罩 其实戴口罩还是有它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戴口罩 其实你戴口罩 我戴口罩互相保护 为什么 我的口水不要跟你共享 那我们也是保护这个环境 让我们身上的这个不好的东西 不要污染这个环境 所以我是觉得 口罩还是要非常的鼓励大家 尤其是在公共空间 还是大家的密密空间之内 你一定要戴口罩 平常的人都会建议说 尽量不要用嘴巴来呼吸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嘴巴呼吸 你有深呼吸的话 你会吸得很深 尤其这段时间我会鼓励大家 不要去做深呼吸的动作 你会把病毒吸得很深 你也可以把你的身上的 这个不好的东西呼出来 所以深呼吸这个事情来讲 我们提脏其实是自然呼吸就好了 不要说一定要深呼吸 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也请教周主任 其实现在当我们讲这个新冠病毒 是无药可医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没有量产出那个疫苗 或者对抗的东西 但是好像你也主张 流感疫苗现在我们也应该打 是这样子吗 我重新来说明一下胸腔科的角度 胸科的角度 其实我们重点是在身体的微环境 这张图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我们把它分成 上呼吸道跟下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最容易去知道自己有没有健康 中医说口肝口骨生意沙哑 肝火旺盛 其实有些部分就代表 上呼吸道的一个失效的现象 所以上呼吸道的部分 因为鼻腔我们刚刚提到过 鼻黏液的一个部分 会在不健康的情况下 会造成病毒的存留时间会延长 而且它的一个倒流 会到达声带附近 造成吸物性肺炎 所以鼻腔要照顾好 不能够太多的黏液 但不能够过肝 那咽喉的部分则是要去注意 有没有舌胎 因为有些口腔液竹菌 或一些胃酸逆流的一些证据 会这样看到 第三个部分常常会需要喝水的这个族群 那我刚刚介绍到 为什么这三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我们做病毒的检验 本来就是做咽喉跟鼻腔 这是病毒最容易附着的部分 那病毒为什么会附着 一个是结构所产生的乱流 使得它会附着在黏膜上 第二个部分则是因为这个地方缺乏 足够的鞋毛摆动 以及黏液的一个清除 所以这次的问题就来了 没有好的药物 病毒又停留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首先就是我们一直提的口罩 口罩并不是只有单纯过滤病毒这么单纯 它其实是透过保温跟保湿 来让鼻子的功能能够被强化 我们的鼻腔其实具备四大功能 调温 调湿 过滤杂质 以及空气流通 所以当调温 调湿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 气道的负担会严重 所以气管常常口干口苦的一个病患 胸口容易闷 这代表气管的保护力会下降 所以鼻腔的保护口罩可以替代一些慢性鼻过敏的一个病患 来让它保温保湿 间接让鼻年末维持一个最佳状况 第一个是口罩 第二个部分跟属主任的概念 我们稍微做一点点补充 我们的清淨机现在有很多种机型 有HEPA滤网 可以过滤细旋无为力 可以有抗甲醛 可以有活性碳 可以有所谓电浆 有所谓的奈米级水分子 还有甚至有些部分所强调是静电附着 所以现在的清淨机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它可以透过有效的粒子吸附 直接或间接减少有害物质 以及有害病原体的存在 甚至我们可以说 我们目前遇到台湾 我们所担忧的感染率会增加的原因 是因为空气污染里面 不管是一些生化燃料 或是一些P2.5 这些不同的化学性质 破坏了鼻腔粘末 气管粘末 使得这些粘末本来排列整齐的一些组合 产生许多的一些空隙 这些空隙使得病毒不断附阻之外 它更容易会透过这个地方 跑到我们的气管下粘末的一些组织 所以这个部分要去注意 面罩以及心情记忆还是很重要 至于为什么戴口罩会觉得吸不到气 其实是因为鼻子的流量不够 我们对于喘的一个部分的概念 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 不一定缺氧 但当鼻子塞住 为什么会觉得喘 是因为鼻子的流量受体 由于阻塞的关系 所以这时候他会觉得气会不足 所以戴口罩会觉得吸不到气 特别是鼻子呼吸尤其严重的话 请记得请去看专科医师 再去解决鼻子 就让声音的部分可以维持高频 湿润的情况不可以破音 讲完善呼吸道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非药物治疗里面 微环境的部分 通过口罩以及空气清淨机 除湿机在某些高湿度的部分 必须要注意 湿度的一个增加 在卧室跟床底下 跟一些床柜里面的话 它造成成满的增加 成满它不是只有过敏这么单纯 它具备一些分解的特性 一样会破坏表皮细胞 所以除湿机搭配清淨机 甚至湿度的内外空气交换 不管是透过开窗 或透过分离式冷气机的一个交换 其实是关键之一 尽量让空气能够保持干净 那接下来最麻烦的就是下呼吸道 下呼吸道是台湾普遍忽略的一个症状 胸闷 半夜会觉得胸口吸不到气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有两大问题 一个是国人从小的鼻子过敏 第二部分是国人可能鼻子过敏 牙齿长歪之后 常会做整牙直牙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嘴巴会闭不起来 所以捏耳关节跟牙齿之间的关联性 是这一波新冠病毒 我们在观察的一个部分 很多人明明很瘦就会打呼 打呼 为什么在这个新冠病毒 我会去注意的原因 是因为打呼所代表的是 嘴巴的直接呼吸 嘴巴直接呼吸 这时候病毒 根本不会被鼻子所捕捉 所以这时候打呼的病患 他直接把病毒 空气污染跟一些成蚌 直接带到下呼吸道 下呼吸道 这些本来就具备鲜毛 跟黏膜保护的这种特性 就会在这些空气污染 被打呼直接带下去的情况下的话 直接破坏这边的一个表面的防护机制 所以这时候的话 打呼有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 它造成气道温度的急速下降 一般来说 我们在气管的平均温度 是37度 100% 所以当这个气管的湿度 跟温度降到一个阀值以下的话 这时候我们的气管 就变成病毒的一个附着的 一个容易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日本跟韩国 日本跟韩国 目前的平均温度 以首尔跟东京来讲 它温度是8到10度 所以假如说 这部分造成气管的负担增加的话 病毒当然就会造成这两个国家的大幅流行 所以台湾的部分 在下呼吸道的保养 一定要去记得一件事情 首先 解决把病毒吸进去肺部的主要途径 一个就是主任刚刚所提的 不一定要做深呼吸的动作 在危险的场合 用鼻子跟口腔 来进行一个病毒捕捉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如果说会打呼的话 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怎么样去预防病毒 但是病毒在口腔的一个累积 会因为它失去天敌 而慢慢量会增加 之后吸附性肺炎 它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边的一个 一个我们就叫 例子存在一个病毒状况 一旦接到肺部之后 这些人如果本来就有 鲜毛摆动的问题 有气管损伤的问题 之后病毒加上气管 这部分 具备很多的ACE2的一个受体 它就会大量的繁殖 所以这些部分 或许可以去解释 为什么六十几岁的太太不会发病 但是先生却会发病 这都告诉我们就是 年纪是一个参考 但是个人的一个免疫差异 微环境的差异 甚至说外环境的防护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决胜之道 您这样解说就很清楚 我想观众朋友听到这些话 也知道其实 从不同的面向 不是有些医学上的问题 就是做了一些解答 时间最后 我们请教我们医生师 一分钟告诉我们 我们还可以 因为我们以台湾现在的状况 并不是说是到处各地是这样 但是大家现在的全新在战备 可以怎么样防疫 对 其实现在新冠密毒来势汹汹 除了老生常谈正确洗手 我觉得真的不用过度洗手 因为我真的遇过好多案例 洗手到过敏 破皮 红肿 其实反而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适度的洗手 正确的洗手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大家都很担心 觉得一到外面 一到户外好像就会被传染 所以每个人都待在家里 但是其实适度的晒晒太阳 适度的去一些空旷的地方运动 其实我觉得针对我们的抵抗力 针对我们身体的抒压都很重要 所以觉得如果今天假日 外面天气好 我觉得就带着小朋友 家人一起去 如果你真的觉得室内 你觉得很紧张 就到公园 到一些比较空旷的场所 运动一下 晒得太阳 然后还有记得一定要睡饱 因为其实我们睡眠的足够 我们身体等于说 全身的器官都在做一个 就是整体的修复 那当然包括可能 你真的已经有些病毒进来 它可以及时的做一些排除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 今天给观众朋友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